1500块钱 又买了一台 笔记本电脑 这个笔记本电脑还是一个触摸屏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口袋本 说明了它非常小巧啊 哦 这样子啊 很高端的样子啊 这个口袋可能是大一口袋啊 比较大 普通口袋装不下 说明书 电源 啥也没有了 不过它呢是一个合格产品 有合格证啊 说明书我是不可能看的 哇哦 这个啊 感觉是一个金属壳子啊 因为它很沉很沉 我们打开看一眼 中间有个小红点 这个按键啊 键程非常的长 感觉这个按键按着还可以啊 然后就是这么一块大屏幕啊 这个屏幕呢 屏占比 一个手指 两边都是一个手指 上面则是半个手指 我们先来称下它有多重 659克 这个重量还是有点分量的 就拿在手里 单只手呢不太好操作 我们把它放在桌子上 然后这个 养合角度呢 只能到大概130度左右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接口方面 这个USB 然后这应该是个TF卡的插口 3.5毫米的耳机孔 后面呢 则又有一个USB 电源口 和迷你的HDMI口 旁边啊 就没有了 扬声器的话 应该是这边啊 只有单边的扬声器啊 你别说这个造型呢 有点点那种 机甲的风格 这东西是不是原装的 这个充电的只能差一半啊 好 我们现在给它开个机 好 一个英特尔的标志出来了 这个啊 又是自己装的一个系统啊 不是一个正版系统 大概率不是啊 OK 你别说这个显示屏呢 我们来看一眼啊 还是很高清的 这个小红点呢 用着也还行 那么是不是触屏的呢 咱们现在来打开一个文件夹 好 没有错啊 触屏的 这 乍眼一看呢 还是不错的 对吧 至于它的性能 咱们就先来看一下它的配置 给它下了鲁大师 哎 我已经连上了这个蓝牙了 该有的都有 包括这个摄像头呢 它也有 我们看一下摄像头 鲁大师呢 我已经下好了 摄像头照片 啊 这个摄像头呢 怎么说呢 也能显示出图像对吧 它还有个能点识别 有点厉害 那只能够照相对吧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来打开这个鲁大师 看一下它这个参数啊 首先呢 是咱们的处理器啊 是一颗英特尔的赛阳G4125 这个处理器啊 是一个四核的 四核四线程啊 它呢 有个特点啊 就只有10瓦的功耗 这个功耗是特别低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电池啊 这个电池呢 是一个22800毫安的大电池 怪不得这么重啊 所以这个电池如果充满电的话 理论上它是能够用很久的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内存 比例 硬盘呢 则是一个128G的 不知道品牌的固态 那么这个电脑 它能跑多少分呢 哎 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现在我已经可以拿它 当暖手袋了 底下已经发热了 可能是充电原因 那么我查了一下这个CPU 其实应用非常广泛 可能是因为它的性能啊 相当于i3的四代 然后功耗特别低 那就是它畅销的原因了 我们来跑一下分吧 硬件检测一波 OK 也不知道啊 它能不能顺畅的跑过这个跑分啊 之前像这种价位的笔记本呢 可能跑分都比较吃力啊 现在是晚上9点的54分 啊 经过了十多分钟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跑了多少分啊 我知道了 哟 这个跑分还可以啊 居然有244,469分 哇 比我想象中厉害一点点啊 可能也就办办公 别的事情做不了对吧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它上网办公 我们打开个20个网页 看一下会不会卡 我觉得对它有点点难度啊 自己默论的这个浏览器就可以了啊 打开个微博吧 好 我觉得差不多了啊 已经有个十几个了 它已经堆满了 都已经堆满了 我们随便切个网页哦 没有问题 啊 这么牛吗 厉害了 我们点个视频看一下播放会不会卡 那好像没有问题啊 十几个网页啊 它都打开了 打开呢 只是CPU的占用率到达了百分之一百 嗯 这个办公 有点强 哎呀老三亚测试一下 首先开一个PDF啊 那这个硬盘呢 是一个高速硬盘 特别快啊 然后我们直接连上这个电脑 不过啊 有一个问题就是 当台我在杂志的时候 这个键盘 也不知道是因为小 还是这个布局有点问题啊 就空格键呢 它不是居中的 老是挺难按的啊 行吧 我们来直接打开这个PDF OK我们打开这个布公子作品 大家不要想玩啊 这个是PDF啊 打开个十个吧 OK十个呢已经开完了 随便的拉一拉 显示没有问题 这个PDF呢大概有个十几兆吧 然后与此同时呢 我们只看底下 CPU啊只占用了百分之三十几啊 感觉这台呢 比我们那个1800的性能还要强一点 啊没问题 其实这种半半弓啊 除了它屏幕小一点 键盘不好用一点点啊 还是可以的 就硬硬集没有问题 那么直接我们给它来个游戏 对吧 我们直接打开个英雄联盟 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哎这个英雄联盟呢 我已经搞好了 然后怎么界面这么大 我直接play玩一把 我先把人机看一下它会不会卡 这个分辨率没调 真是搞啥呢 诶诶诶 play在那里 啊这个音质啊 我们刚才没有听啊 现在发现这个音质呢 非常的尖锐 直接选个大德马 OK没有问题啊 应该是可以打英雄联盟的 很暖和啊 现在这个屏幕比例呢 我是调过一下子 所以说有点没有全屏 有这么一条边 载路也是非常顺畅 这啥声音啊 怎么 这个背景音乐好像也不对啊 不是英雄联盟的声音啊 但是呢它已经出来画面了 我们直接看一下啊 现在显示帧率是37帧 算了算了算了 那个呢可能是 英雄联盟的一个客户端的声音啊 现在可以看到帧率啊 帧率在这儿 40帧 也不是不能玩 能够维持到37帧 40帧的样子吧 等一下打团再看一眼 OK这里能多啊 我们直接打它 打它 技能转起来 帧率29 掉了10帧左右啊 我现在是没有用按键啊 直接都是全程鼠标操作啊 那帧率又回来了 再没有打的时候呢 是32帧 OK也不是不能玩对吧 最后啊我们来体验一下它的影音系统啊 也就是一个4K60帧的视频啊 在线视频它能播放啊 倒是一点都不卡啊 但是这个视频没什么声音 我们换一个有声音的 OK就是这样台电脑啊 它最不好的一点啊 我觉得不是说性能啊 性能应该算是够了 就是这个按键布局 特别的不适应啊 之前用的那些键盘 完全和它不一样啊 这些布局非常紧凑 像这个回车键啊 像这个掉电符号啊 都是非常紧凑的啊 你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当然这里的小红点呢 底下还有两个鼠标啊 鼠标左键右键都有啊 我觉得1500块钱做成这样子 还行对吧 那么我来用它 现在电已经充饱了 放两个小时的视频 看一下它能掉多少电 这个声音啊 其实是非常尖锐的 听个响就可以了 这个学也太假了吧 这个电影啊 我们看一下 这才看了多久啊 诶 看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啊 一个小时 20分钟已经到一半了 呃 70% 也就是它的续航没有那么高 所以啊 它的续航应该在三个多小时 不过啊 可能这个4K视频 处理起来比较费电 对吧 好的 那就是这么一款小电脑 1500块钱大家觉得值吗 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 那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机的评论 点赞关注哦 拜拜 最后我发现 这居然是一个WN11的系统 刚才那个进入系统的时候啊 是显示WN11 对吧